主席 政府院长 各位委员 各位媒体记者 政府带头加薪 全民有感经济的成长 被受瞩目金工教加薪的问题已经拍板定案了 行政院的吴敦毅 桌山向马总统报告金工教调薪案 也获得马总的同意 此次加薪计划在7月开始调薪3% 乃需要107亿元 预估可使今天经济成长约0.05百分点 相关预算也将于社会救助法 新制上路新增加扩大照顾 中低收入付所需23亿的预算 预期编入追加预算案 该案预期于下个礼拜四 行政院通过以后送立法院审议 而随着政府带头加薪后 民众关心的基本工资调薪的问题 劳委会王如玄主委 今年1月基本工资已经调3.47% 7月将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期待再调薪3%以上 却不以反映物价指数为满足 王主委也呼吁企业界及老板 因应经济景气变好 经济成长力也不错 期待企业界老板能够加薪 善待劳工 据本席了解 许多民间企业是以政府事我调薪 作为薪资待遇的调整的标准 因此此次金工教调薪 绝对是带头薪资上调的火车头 而更令人开心的是 原本许多民众担心的 此次加薪必须取债来策策裁员 但是根据目前行政部门的规划 此次加薪是因为景气好转 税收增加 加薪来源来自于税收和工股事业 脚裤盈以致硬 因此不需要取债 由此可知经济好转 已经不止经济成长率数字上的一个表现 更直接表现在政府税收上面 本席相信此次的经济好的表现 绝对有加薪的条件 其实根据统计今年二三一二 民间工业服务业薪资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 消费值信心指数也较去年好 可见经济有不少企业 比政府更早调薪的待遇 提高员工的福利量 为了使经济成长能够全民共享 也让鼓务民众能够增加消费信心 本心呼吁企业界跟随着政府的脚步 多益劳工分享经济成长所带来的股市 替劳工朋友加薪提高福利 让全国人一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